劫后一上班,河北自贸区百胜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的办事员朗叶华就遇到个急活,马上注册一家贸易类公司 要搁在以前呢,他肯定得愁得脑人儿童,想开新公司,这手续可复杂着呢 之前注册公司,我们需要跑税务、保险、公积金多个部门 因为材料不合格,还会被多次退回,重新提交 想要办成这件事呢,可能最少也得需要半个月 可现在,郑定县行政审批局依托河北政务服务网 开设了一窗通网上服务平台 营业执照、公章客制、涉税办理、银行开户等相关事项 全都集中到一个页面上 企业只要把公司名称、人员身份等基本信息填好 就可以点击提交、坐等领证了 不仅不用跑部门审批盖章 甚至连最复杂的填表、写材料过程都省了 平台建立了之后,它优化了所有的材料的模板 我们现在的文书都是可以自动生成的 企业申请营业执照的设立 基本上是可以实现一个小时立等可取的 其实呀,不只是立等可取 营业执照呢,还能免费邮寄 可朗叶华还是忍不住跑到办事大厅 亲手取出还带着热乎气的营业执照 体验了一把从申请到拿证非一般的感觉 优化营商环境不止步 就像河北新闻联播报道的那样 通过智慧赋能政务服务 更多企业和群众日常办理的高频事项 实现了一网通办 2023年以来 全省统一政务服务平台计时办 新开通地方频道14个 新增打包办民生服务套餐20种 掌上办民生服务已经达到了501种 新增打包办公室